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新聞節目 澳大利亞悉尼的法輪功學員9月30日 在市中心的海關大樓前舉行新聞發布會 宣布他們向澳洲政府遞交第二批人權侵犯者名單 10天前 也就是9月19日 當地法輪功學員曾遞交了第一批人權侵犯者名單 澳洲法輪大法佛學會會長趙博士在會上說 他們近期收集了一些迫害人權者和迫害法輪功的責任人名單 並將這些名單提交給了澳洲政府和其他西方國家 例如美國 英國和加拿大呼籲這些國家的政府 拒絕給這些人權侵犯者簽證 拒絕他們進入這些自由國家 他警告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迫害糧侵犯和參與火災器官的中共人員 立刻停止犯罪 否則他們以及他們的孩子 孫子輩 和他們的錢財都會被禁止進入自由國家 當天 法輪功學員還在會上譴責9月24日發生在香港的中共僱傭兇手 暴力毆打法輪功學員事件 同時也聲援香港民眾的抗爭行動 路透社9月30日報導說 中共已經將駐香港部隊的人數悄悄增加了一倍以上 上個月底 中共將數千名士兵跨境遷入香港 中共喉舌新華社聲稱 那是駐港部隊的年度例行輪換 但是七名亞洲和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告訴路透社說 他們確信8月底的那次中共軍隊進駐香港不是換房 而是增兵 因為在這次中共所謂的換房的前後幾天 他們沒有發現駐港部隊有大量軍人返回中國大陸 更重要的是 其中五名外交官說 新增部隊中包括了武警 這是中共對內對付百姓的安全部隊 到目前為止 武警在香港的存在尚未公開 下面請您收看時事新聞